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下令遣送出境 一旦实施将对联邦政府的移民审理权构成史无前例的挑战 逮捕遣送非法入境的移民或难民申请人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限 专家怀疑德州立法于越州的权限有无违宪之嫌 众议会法案起草人史毕勒说 这条法律何限且必要 德州有权利与能力保护自己的边境制定这条法律 是针对德州问题提出德州解放 过去两年 德州已耗资45亿美元 另设50亿美元预算 在边境修筑入境障碍 并以违反该州的清罪法为由 逮捕非法入境者 还控告联邦边境巡逻人员 破坏州政府树立的铁丝网 共和党说 拜登政府对边境问题管理不善 酿成危机 州政府只好自己动手处理 参众议会有一阵子因驱赶条款陷入僵局 最后改由地方法院判定是否递解出境 不过先决条件是 涉案人同意放弃州政府起诉案的被告地位 近日 中国浙江温州公安机关 依法对缅北国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 重要头目明学昌 明国平 明菊兰 明珍珍四人公开悬赏通缉 11月16日 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 三人被成功抓获并移交中方公安机关 当日 接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通报 缅方11月15日夜组织对明学昌抓捕 期间明学昌被罪自杀身亡 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紧盯不放 深入推进专项打击行动 加大对缅北诈骗集团重要头目的击补力度 11月16日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财报中 披露了业务集团分拆和融资进展情况 据公告透露 因美国扩大先进计算芯片出口管制 给云智能集团前景带来不确定性 阿里巴巴不再推进云智能集团的完全分拆 阿里巴巴同时透露 河马的IPO也已经暂缓根据财报 截至2023年9月30日 云智能集团收入为人民币276.48亿元 同比增长2% 菜鸟的收入同比增长25%至人民币228.23亿元 河马属于所在的其他业务未有单独披露收入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在阿里发布财报前 马云家族信托拟减持1000万股阿里股票 市值超8.7亿美元 或受上述减持消息影响 阿里美股盘前跳水 跌超9% 阿里发布财报